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习会两个大国的对决 拜登则奉行一句古老的格言 您动口不动手 菲律宾表示 中国船只在浅滩上 不会阻止危险的补给任务 尼康公司希望在中国的 低技术芯片设备市场中取得成功 请大家收看 拜习会两个大国的对决 拜登则奉行一句古老的格言 您动口不动手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外交部周五 11月10日终于确认 其领导人习近平将在APEC峰会期间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明镜在线周六在题为大国峰会的文章中评论道 用糟糕还不足以形容美中关系 多年来 包括在拜登的任期内 两个大国的关系一直不友好 其中 持续不断围绕台湾议题的争端 以及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 皆使双边气氛恶劣 在旧金山的亚太金河组织 APEC亚太峰会期间会晤 可以被视为拜登和习近平为稍微缓和局势所做的努力 尤其是习近平其实无法承受与长期与美国陷入纷争导致的后果 他需要与美国和西方进行经济贸易 以维持中国陷入困境的经济 拜登则奉行一句古老的格言 您动口不动手 他希望稳定两国关系 从而防止与中国的竞争演变成真正的战争 例如在台湾问题上 毕竟美国总统已经有够多的事情需要操心 德国《经济周刊》发表文章《大国的对决》 探讨了美中两国对当前冲突的不同看法 并提到他们在全球问题上的对立立场 美国认为中国在解决当前全球危机方面是一个阻碍 而中国则将自己定位为 对全球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的国家 习近平最近在讲话中提到美国时 总是提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这其中既有认可 也有自我赞扬 但最重要的是 这是事实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构成了世界地缘政治的基础 他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冲突 如何评估合作的机会和对抗的风险 这些都是世界政治的关键问题 因此 在旧金山的会晤不仅仅是一次握手 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彼此的观点如此重要 作者指出 无论是中东问题 乌克兰问题还是南海问题 美国和中国目前在世界各大冲突中都处于对立面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北京是解决目前全球危机道路上的障碍 习近平给人的印象是 站在莫斯科一边 拒绝批挺哈马斯 对台湾和菲律宾等美国伙伴显得越发强硬 因此 华盛顿的担忧不无道理 如果拜登和习在旧金山会面 缓解紧张局势很可能成为首要议题 文章接着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写道 虽然美国将北京视为战略威胁 中国领导层的看法自然不同 他一再认为 美国过去卷入了许多冲突 导致了不稳定和混乱 相比之下 中国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 为解决全球问题 做出建设性贡献的国家 即使这一信息在西方没有引起共鸣 但中国政府在全球南方的表现 却尤为成功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收获那里的许多国家的好评 新苏黎世报 在美国希望更好的处理 与中国的困难关系一文中 引述白宫人员指出 对拜习会不能抱过多的期望 作者Renzel Roth写道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 拜登奉行的是与其前任特朗普 类似的对抗政策 尽管他在言辞上 相比特朗普较为缓和 这位民主党人经常强调 美国正处于与中国的直接竞争中 而且不仅限于经济政策问题上 然而 华盛顿并不寻求冲突 对抗或新冷战 拜登顾问称 我们的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 文章写道 拜登将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上 传递这一信息 并与习近平共同努力解决 近几个月来令这两个大国 感到不满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台湾议题 美国将向中国强调不支持台湾独立 并坚持维持现状 据华盛顿称 会谈结束后不会发布联合公报 拜习的谈判代表在准备会晤时 似乎并未就可能的工作成果达成一致 拜登政府的雇员在电话会议中已经警告 不要对会谈抱有过高的期望 此次会谈不能与之前的峰会对话相提并论 那么该如何判断此次拜习会是否成功呢 文章给出的答案是 如果在与拜登的会谈后 习近平同意重新启动中美军事关系 并让军方能够直接交流 2022年8月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国切断了两国军方的沟通渠道 白宫认为 如果军方代表未来能够直接交流 将是绝对关键 研究发现 肥胖药物YGOV能够减少20%的严重心脏问题风险 美联社 一项大型国际研究发现 减肥药物YGOV可以将严重心脏问题的风险降低20% 这项研究是首次证明 肥胖药物也可以安全地预防心脏病发作 中风或与心脏相关的死亡 适用于患有心脏病但没有糖尿病的人群 这些发现可能改变医生对某些心脏患者的治疗方式 并对健康保险公司施加压力 要求其覆盖这些肥胖药物的费用 菲律宾表示 中国船只在浅滩上不会阻止危险的补给任务 南华早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 尽管预计会有更多中国船只被派往该地区 但他们将继续定期项驻扎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上的部队 提供补给任务 中国声称几乎拥有整个南中国海 包括第二托马斯礁 已经派遣了数百艘船只在该地区巡逻 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与菲律宾站在一起 两国签署了一项防务条约 埃及通胀在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10月份放缓 彭博社 埃及通胀率在即将于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前 向至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今年10月 城市地区的物价增长率从上个月的38%下降至35.8% 通胀下降是在2022年埃及棒贬值三次后出现的 这些贬值对消费者价格产生了上升压力 高盛表示 这可能需要央行进一步提高利率 该银行还警告称 贬值的埃及棒可能会进一步扭曲国内储蓄和投资模式 钻石界采取激进措施阻止价格暴跌 雅虎 由于疫情的影响 今年钻石价格出现了暴跌 批发抛光钻石的价格下跌了约20% 为加工钻石的价格下跌了高达35% 这导致了钻石公司如Aurosa PJC和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商Debeers 允许其客户拒绝所有钻石购买 然而 市场据说正在稳定 过去一周 小型招标销售和拍卖的价格上涨了5%至10% 这给了钻石行业重建信心的机会 自2016年以来 Debeers从未卖出过这么少的钻石 钻石价格的暴跌与奢侈品领域的疲软同时发生 但据说这是由于消费者选择的转变 和对CA世代消费者的担忧 而不是由于宏观经济的疲软 日本森信托计划在购买了工人大道之后 进行80亿美元的多元化投资 日经亚洲 日本房地产开发商森信托宣布计划将其房地产投资多元化 扩大到英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 该公司预计在2023年4月至2031年3月期间 投资1.2万亿日元80亿美元 作为新的业务计划的一部分 森信托目前主要关注美国办公楼市场 但现在将扩大其范围 开放经商 泰国总理全球旅行已吸引投资者 南华早报 泰国总理Fresa Sivison 自被任命为国家财政部长以来 已经担任了两个月 他的重点是改善该国的经济表现 这在过去十年里一直不尽如人意 Fresa Sivison广泛旅行 充当国家首席推销员 寻求来自微软和谷歌等公司的投资承诺 以及与乔、拜登、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习近平等领导人会面 他的努力赢得了他推销员总理的绰号 尽管他在1万亿泰铢、280亿美元的路桥项目等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上引起了兴趣 但批评人士质疑他的疯狂活动 是否会在没有急需的经济改革的情况下产生结果 泰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中一直面临困境 吸引得外国直接投资比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少 并且去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慢的 Vivik Ramoswami在商业和政治中的方法是一样的 无论情况如何都充满信心 美联社 维维克·拉马斯瓦米是一位生物技术企业家和政治新手 他正在进行一场美国优先竞选活动 使他从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崛起 成为202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提名的顶级候选人之一 然而 他的竞选活动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遇到了阻碍 拉马斯瓦米的革命性方法 使他与强大的共和党人产生了分歧 后者对以色列表设了强烈支持 在最近的初选辩论中 拉马斯瓦米嘲笑了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 黑利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黑利回应称他是卑鄙之徒 拉马斯瓦米将自己定位为一位能够在没有包袱的情况下 实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民粹主义外来候选人 他还承诺 如果特朗普被判犯有联邦罪行 他将赦免特朗普 尽管最近他对自己早期对特朗普行为的批评进行了疏远 拉马斯瓦米主张驱逐非法滞留在美国的移民的美国出生子女 对政府关于十一分之九事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并呼吁减少联邦劳动力规模 我要把我的肥胖手指进入油中 金融时报 作者分享了一个关于交易错误的个人意识 他们按错了键 结果将几乎五分之一的投资组合分配给了亚洲股票 他们对这个错误感到焦虑 并邀请读者分享自己因错误而赚到财富的故事 然后 作者回忆起自己在二十多年前 在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时犯下的另一个交易错误 他们在NTT Data的买单上不小心多加了一个零 导致该股票在隔夜股价下跌时 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作者反思了交易错误的普遍性 以及对于没有能力撤销或取消交易的散户投资者 可能产生的后果 作者建议正确的做法是纠正错误 接受任何小的盈利或亏损 并继续前进 作者还讨论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估值 强调了评估现金流而不是收益的重要性 以及油价和能源股之间的相关性 他们表示 打算投资于一支石油和天然气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认为 作为对冲通胀的手段 油价可能会在未来上涨 私募股权面临一次清算 金融时报 私募股权行业面临挑战 因为通胀和利率上升影响了债务支持的收购 由于利率上升 私募股权经理难以为投资组合公司 重新融资债务 导致高风险形式的债务融资增加 许多私募股权经理为目标公司支付过高的价格 因此首次公开募股的退出量下降 机构投资者对未来回报感到担忧 并预计投资组合公司的违约率将增加 经过几十年的成功 私募股权行业经历了重大变化 未经测试的老挝会影响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东盟团结吗? 南华早报 明年1月份接任东盟主席的老挝 面临着避免加剧东盟内部分裂的挑战 老挝在经济支持方面严重依赖中国 并已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 这引发了一些东盟成员国对老挝是否能够抵制 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日益强硬立场的担忧 此外 老挝面临着对缅甸军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压力 该政府在2021年夺取了权力 如果老挝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东盟内部对缅甸的分歧可能会加大 缅甸的暴行程度一直在增加 但东盟的处理方式仍然缓慢而吝啬 对于东盟来说 重要的是老挝不要组织或合法化与缅甸的单独外交轨道 因为这将损害东盟的信誉和团结 老挝历来支持缅甸的军方 可能缺乏解决缅甸危机的能力和能力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 老挝与即将卸任的印度尼西亚主席 和即将接任的马来西亚主席一起处理缅甸问题 老挝还面临着在东盟主席任期内保持中立的挑战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争端上 老挝可能会将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视为双边问题 中国的日益强硬和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大了老挝朝向中立 并增加对东盟成员国和其他中等强国的依赖的压力 成为LGBTQ被认为是不印尼化的和西方进口的 这种情况能改变吗? 南华早报 人类学家萨斯基亚 维林加计划出版一本《庆祝印度尼西亚女童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运动历史》的书籍 维林加旨在反驳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普遍持有的LGBT身份 是非印度尼西亚人和西方进口的观点 他认为性别流动性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土著社会中一直存在 例如南苏拉威西的比苏人 维林加的书预计将于明年出版 吉姆、拜登的姓氏帮助他打开了一些门 他也使他成为了共和党的攻击目标 美联社 医疗初创公司AmeriCore Health Services 在2019年因欺诈调查而申请破产 转而向乔·拜登的兄弟吉姆 拜登寻求支持 然而 该公司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一些医院也关闭了 共和党人利用该公司的崩溃寻找证据 来弹劾乔·拜登总统 他们指责他的兄弟利用他们共同的姓氏 获得经济利益 并且还关注了AmeriCore向他支付的款项 民主党人反驳说这些款项只是贷款 AmeriCore声称 吉姆、拜登未能偿还60万美元的贷款 共和党人正在调查拜登家族的一系列交易和关系 他们特别关注中国利益向乔·拜登支付的款项 以及AmeriCore向吉姆、拜登支付的款项 总统和他的兄弟有着长期紧密交织的生活历史 吉姆参与了多个商业企业 其中一些失败并面临各种法律和财务问题 负面宣传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 总统甚至请吉姆帮助布置椭圆形办公室 对吉姆、拜登的商业企业和财务问题 对乔·拜登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的担忧已经存在多年 吉姆、拜登面临诉讼、未偿债务和税务留置权 他还参与了一起贿赂计划 该计划在2008年副总统竞选中被用来对付乔·拜登 吉姆、拜登的声誉引发了担忧 认为他正在利用他兄弟的名字获得经济利益 共和党人将AmeriCore的崩溃视为这一点的证据 尼康公司希望在中国的低技术芯片设备市场中取得成功 日经亚洲 尼康公司正在以销售一种使用IA线技术的新产品 来瞄准中国的芯片制造市场 IA线技术于上世纪90年代出商业化 并不受出口管制 该公司希望通过满足对较低级别设备 如功率半导体的不断增长需求 振兴其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设备业务 尼康将使用现成的电子元件生产爱线设备 并预计其价格将比竞争对手佳能的产品便宜20%至30% 该公司的目标是从中国、台湾和日本的芯片制造商那里获得订单 皇冠上的珠宝 尼泊尔画家的作品展示了古老传统的窗口 南华早报 尼泊尔艺术家洛克·齐特拉卡尔已经在制作《黑洛尔曼图罗》上工作了25年 目前已经完成了70% 这项工作是其类别中的最后几个 因为很少有艺术家仍然练习PoPo绘画技术 PoPo的起源不清楚 因为几乎没有书面记录 传统和技术是口头传承的 保存下来的作品可以追溯到13世纪 使PoPo成为尼泊尔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特拉卡尔从12岁开始绘画 主要是自学成才 他的作品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 因为每件作品都需要进行研究和解释 齐特拉卡尔将自己的创作过程笔作 将元素如慈悲转化为作品 他的艺术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 他的Simerite Atelier自1998年以来 一直在培训新的艺术家 齐特拉卡尔认为PoPo艺术需要引入教育 并对能够传授这种技术真正本质的大师的缺乏感到遗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了解到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 肥胖药物YGOV可以降低20%的严重心脏问题风险 这项研究的结果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可能会改变医生的治疗方式 并对健康保险公司提出新的要求 另外 我们还了解到了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问题 埃及通胀的变化 钻石行业的困境 以及一些有趣的新闻 对于肥胖药物YGOV的研究结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肥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而且与心脏病等严重疾病密切相关 如果这种药物能够帮助减少心脏问题的风险 那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们也要记住 药物只是治疗手段之一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 也可以有效预防肥胖和心脏病 关于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问题 我觉得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表态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表示尽管有更多的中国船只派往该地区 但他们将继续向驻扎在争议岛屿上的部队 提供补给任务 这显示了菲律宾对维护自己领土主权的决心 同时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我们希望这种团结和合作能够继续下去 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关于埃及通胀的放缓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通胀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负担 它会导致物价上涨 影响人们的生活 如果埃及能够控制通胀 那将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 带来积极的影响 当然 这需要埃及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来稳定物价 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钻石行业面临的困境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疫情的影响导致钻石价格暴跌 这给钻石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 市场正在逐渐稳定 这给了钻石行业重建信心的机会 我们希望钻石行业能够通过创新和适应市场变化来重新恢复活力 关于Mint预算应用程序的关闭 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 Mint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预算应用程序 帮助人们追踪债务和管理财务 现在用户需要寻找其他替代方案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建议大家可以调查一下自己的银行是否提供了类似的服务 或者尝试其他的理财应用 毕竟理财和财务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 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 这些新闻告诉我们 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方 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挑战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断学习和适应变化 同时 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和财务状况 做出正确的决策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请留言和我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都可以通过电邮